由今年年頭 今天已經29日 今年年頭 知道有了之後 所有事情都很興奮 越來越好 有很多新的嘗試 很大的改變 所以2018年 對於我們來說 是十分難忘的一年的狀況 他們說是否叫李情碑 哈哈哈哈 也是一個李情碑 一開年 就已經知道 今年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是啊 我們由結婚到計劃 有小朋友 所有事情都是這樣想的 都有這樣的鋪排 但當有了的時候 是開心的 我告訴你那一刻的反應 不是那些 那些是有一點 定得來 有一點 他好像還在消化這個 不是啊 因為我們是吃飯 約了朋友 整個過程裡面 他是沒有 一些這樣的 跡象或是他沒有告訴過 到晚上的時候他沒有時間 但是剛剛回到家的時候 吃完飯 回到家裡 去做一個驗刃棒 我覺得 這件事是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現在才知道 所以 他跟我說的消息的時候 這件事真的 不太消化 因為我其實 早知道過他 一天左右 但是我想確實 才告訴他 所以我 自己保守這個秘密 我們是出了街 玩了一整天 吃完飯 回到去 那一刻跟我說 那你其實 什麼時候知道 那你說那個消化不了 當然在我的 還有這麼巧 是真的可以 1月1日給你 這個驚訝 其實 It could have been 十二月尾 沒有所謂的 那個日子不重要 不是 其實之前是不知道 我自己都 所以如果他是十二月尾 就不是2018的事 是啦 就是2017的事 那就是嘛 我想爆他粗口 不好意思 是啦 所以 2018年 所有事都是 圍繞著 為了我們一個 新的成員 去做的 我們做每一件事 現在都不是為自己 就是為David 我們現在來到中環 這裡 香港一個很小型的摩天輪 摩天輪中間 有一個Logo 我們是不能出的 因為陳先生 他就是 Chub 安達人秀的 代言人 所以 我們 支持Chub 最難忘的旅行 當然就是 Baby Moon 因為 我們去了一個 挺 exalted的地方 我們去了 蒙利求斯 所以 當時我想 我是 四五個月 游了 去一個 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還有 買爾代夫 尾就 都差一點點 原本 我們Baby Moon 是想去 買爾代夫 當然有很多擔心 擔心 那個債卡病毒 擔心 要坐 快艇 去酒店 最後 其實 真的不是聽我的話 是聽醫生說的 其實 如果要坐快艇 的話 就不如 不要去買爾代夫 最後 就選了去 烏利求斯 想去Baby Moon 的人 可以考慮一下 烏利求斯 2018年 陳先生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 他 結束了 他和 TPB的合約 這也是 你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下 對不對 如果想回 其實 由傾合約 到 掙扎 簽不簽 留不留 都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我問過很多朋友 問過幕後 問過經理人 其實很多人都 保守一點 如果 Damon 差不多出生 Sara 休息 不如 寧願 留一留 看看TVB 會有什麼發展 他們說法 都對 但是 在這時候 我覺得 如果現在不衝 現在不闖 的話 我覺得 過多五年 這些東西會太舒服 所以 就算 緊張 擔心 不知道未來是怎樣 都要試 我作為太太的 那我當然是 全力支持 普通 多謝我們 10萬個 Youtube的網友 謝謝 那些電影很大 這也可以說 我們2018年 其中一個成績 希望我們可以 超過 更多 過10萬 繼續支持我們 看我們的網路 我不是做戲的 我是認真的 但這句話 好像TVB的口號 更多的50加1 更多的TVB 更多的TVB One more one 我們來看這個 唯獨 李氏王 白黃祖南 鍾舒曼 由於相機 留在車上 所以 現在的像素會 頗為 差一點 因為正在用iPhone 我們今天很趕 剛才拍完 我們的Vlog 的頭一節 然後就要趕回家 幫兒子洗澡 和暗館他睡覺 然後兩個人都散了 現在我們趕來看 黃祖南的舞台劇 唯獨你是王 的下半場 iPhone是沒有防震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 邊走邊講 不然就會很 看錯 看了哪裡 就會很頭暈 所以 不會吧 真的嗎 我想會 如果一走 就要這樣走 以這樣的速度 就會舒服一點 為什麼我們會看 祖南和舞台劇的下半場 事關呢 上次我們來看 我們只看了上半場 因為呢 我們又要趕回家 和兒子洗澡 我們幾盡責 超級盡責 在這時候呢 不要再遲了 2018梅庫的Vlog 其實拍拍下 就突然間無時間拍 不是拍拍下 我們就 剛才大家看到 看摩托鏡 我意思是 我們原本想拍的東西 拍不完 要幫兒子洗澡 為奶 但是 今天兒子呢 是特別 他的時間是亂了 所以就 有點吵架 嗯 當然 最重要 就是 Daymond出生 那 和Daymond 出生的 所有任何東西 坐月 之後 Sara 怎麼復原 這些全部都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 這些可以是 獨立一個Vlog 再慢慢講 是 我會繼續拍 媽媽編的 一些分享 好像現在我們 嘗試調教 他們的睡覺 喝奶的時間 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學問 其實 我想半小時 都說不完 所以其實在我們回顧 不應該 輕輕 碰一碰 就不理 等同我離開 TVB TVB之後的生活 其實都可以 跟大家分享 其實 剛才說的 是不足夠 去解釋 TVB之後的 所有的精彩 所以這件事 我下次 看看什麼時候 有時間 慢慢分享一下 最大轉變 和最辛苦的 就是 沒有什麼可以睡覺 其實你那時候 很想拍劇 就是這樣 奶奶也有問我 你拍劇 或者公司做的 有事都沒有教訓 但是不同的 因為你知道 你拍完兩天後 你可以睡一天 那天 你就可以一隻豬 這樣睡 但是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日日 無止境地 直至到他 可以睡一長時間 才 才 可以 真的有個 有教好睡 還有早上 就算早上有人幫忙 你都不忍心睡那麼久 因為你覺得 好像Mr.L做了很多事情 我很明白 父母為什麼 之前跟我們說 有教就睡多一點 兒子 他七點起床的時候 有個很可愛的現象 就是 一拉開窗簾 他會笑得很開心 我每天 就會一早七點起床 就去拍 他睡醒一下 之後 就整天都很累 這個是一個 其實自己都很愚蠢的 但是其實 好像你這樣說 如果你不起床 不去和他玩 不拍低他 你就會 錯失了那個 那麼可愛的時間 嗯 嗯 我也覺得我自己 2018年 我個人 好像 耐性 是多了 自己脾氣 好了 不是說我脾氣 差 就是再好一點 而已 其實 我也是那句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我的耐性 在Demon範圍之內 黏著他的東西 是多了的 一離開 一放下兒子之後 我都是很快回復自己的 其實都 我 我頗為 沒有耐性和脾氣 是比較大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 分享一下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在這方面 在這一年 是進步了的 有什麼大計 有什麼大計 2019 我會演一套舞台劇 希望可以拍一些電影 拍一些網劇 網大 參與一些不同的 綜藝節目 一些不同的主持節目 我覺得其實各方面 事業都要有新的嘗試 剛剛過去這半年裡面 都試了很多新的 我覺得 接下來 只會更加精彩 我2019 都希望我自己的事業 有新的突破 的確 生嬰兒之後 是需要多一點時間 去照顧Demon 但是 我很期待 2019年 自己可以在多方面 都有嘗試 無論是我做的私藝 或者我們拍的Vlog 甚至是 會不會有些新的節目 可以拍呢 我自己都很期待 我想提升我普通話的水準 這個是我一個一大目標 所以 其實 都要 各方面的演藝 都要再提升 和再進步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一些 其實不用說的 私人上的目標 我希望 我老公更加疼我 我兒子也很疼我 老公可以多帶我去旅行 然後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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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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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样子应该是完全两样东西 我们完美了 完了因为我们继续讲 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很想拍儿子 但是太累了 在这个时候 预祝大家2019 很精彩 很开心 很好玩 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祝大家新年发落 新年发落 新年 今晚研究第二天 小旅这么上 已僻了 кое热剪 你 definitions 已经很好 左脑 又可以 是爹 他 他很可愛 他很可愛